才说很期待重返进选活动的美国总统拜登丢出震撼弹 拜登21号在社群平台X上宣布退选 支持贺锦丽 指出自己会做完最后三个月的总统任期 还说他放弃寻求连任将能够符合政党与国家的最佳利益 包含时代杂志等多家媒体报道指出 拜登在美东时间20号晚上找了他的长期顾问唐尼伦 总统顾问瑞契提 白宫覆幕僚长陶马悉尼 还有第一夫人吉儿跟其助手等人 他们向拜登出示了自首场辩论后的最新内部民调 显示他无法打败川普 于是拜登做出退选决定 并开始一同撰写退选声明 21号下午1点45分 拜登才打电话通知白宫资深幕僚和竞选团队 不过拜登阵营绝大多数人员都感到震惊 很多人甚至是看到他网络贴文才得知此事 一名白宫高层则提到拜登突然退选的决定 跟医疗问题无关 至于获得共和党提名的前总统川普跟他的搭档范斯 早在拜登退选前就开始攻击贺锦丽 CNN报道指出 川普阵营在总统首场辩论后 发现拜登状况不佳 就针对包括贺锦丽在内等可能取代拜登的 民主党籍议员跟州长进行分析 而川普还在拜登宣布退选后 跟CNN说打败贺锦丽比打败拜登更简单 似乎对赢得2024美国总统大选已有十足把握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